HELLO 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讚好 你們每一個讚好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記得早五六日之前 不是說過一位大台新節目 騙錢裏面的 Babyface 王先生 他之前不是光顧過內地的求婚公司 之後他說貨不對版 就要求人家賠償 那次原本被騙了兩萬多 公司說肯賠償一萬多,他也不肯賠償 還說要勢要追究到底 不過今天就不是這個話題 因為在早幾日,27日 這位Babyface 王先生 就跟秋水王林作 有一些搞作事 就在林作的IG裡面還出了片 Babyface 王先生 於揚言 30日內 追到東張女神 即是當日跟他做訪問那位 梁敏巧 說要追到他 還很有信心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究竟Babyface 憑什麼信心去追人呢 待會我會研究一下 還有順便說上河太 有人問了 又關河太和河馬什麼事 大家記不記得當初 其實誰找河馬合作 就是林作 當時河馬就是開天殺的 令林作說這個人傻的 即是河馬 談不到埋單 才發展到今天的事件 現在河馬跟 阿肥我 阿門那些合作 我為什麼無端 林作之後又要提到河馬呢 記不記得河馬說過一件事 我是個周老師 教他要合作 當然是找些成功的人 我想說一件很簡單 現在Babyface 找林作合作 我不是去真還是假 起碼夠了 我剛想起這件事 可以掩飾河馬這件事 原本河馬明明有個好的軍師 就算大家多不喜歡林作 林作怎麼都比肥河和阿門 資本上都比他們豐厚 人生的命運 很簡單 你不懂得把握 就是這樣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無知就是不幸的原因 所以河馬你也不要抱怨那麼多 性格還是命運 好像也不懂得抽 雖然最後Babyface 事禍事福 我都未知 但不要說那麼多 起碼現在夠了話題 其實他當日上大台的壓線節目 都有人覺得這個Babyface 是不是做不會的 上這些節目 通常那些人當然要打馬錯黑 即是蒙了臉 或者拍著背部 不敢真樣是人 通常都起碼打個口罩 記不記得最初 河馬和河伯 他們是戴口罩 想東張的 他們最初都氣脅的 現在不是 這個Babyface 厲害 那次節目不但不協 現在還要 越級挑戰 挑戰東張女神 因為那天27日 林作IG上了一條短片 裡面的內容就說 各位 Babyface今晚跟我見面 告訴我 自從東張Maggie 即是梁敏巧 的英文名 訪問完他之後 他已經深深被他吸引了 所以決定要30日內 令Maggie答應和他 七街睡 不是 他說是七街約會 慘 現在每個人都要學荷蘭講名音 所以由28日開始 倒數計的話 這30日內 Babyface是否真的可以追到東張Maggie 最後可否抱得美人歸呢 就拭目以待 當時這條片 林作和Babyface 王先生就在車內 Babyface還在說 有兩大原因令他心動 第一是貪血夠高 對 直接高過他 第二是喜歡他做瑜伽 不知道為什麼他喜歡做瑜伽 Babyface說 很多動作他都可以做到 因為夠柔軟 最後林作更建議 Babyface 王先生 應該先減肥吧 誰知道王先生就說 我不想減肥 因為他怕減肥之後 很多人喜歡他 他會更花心 對Maggie 不公平 真是好事 我以為以前 王祖南追李亞南 已經是很厲害 那些所謂的月級挑戰 無論如何都算 王祖南也有上名氣 為何不夠高不夠帥 現在這位Babyface 簡直是一位平民百姓 他如何憑什麼自信 走到月級挑戰 但最好笑 梁敏巧是 有回覆他的 應該是 在網上的IG 公開地說 你這麼劍談 又這麼自信 還有Babyface這麼有市場 唉 哪裏襯得起你呢 你也是找回一個比他更優秀的女生吧 即是說一下女神 其實對他沒有興趣 軟轉式地拒絕他 但Babyface說要比三十天 女神 即是你第一天拒絕他 他還未深色 老實說 當年我看過的日劇 一千來一次求婚 我以為內容很誇張 不是 現在這件事 比過一套日劇裡面更誇張 老實說 黃先生的月級挑戰 那些網民是怎樣看的呢 其中一些網民說 太無厘頭了 不如還是找花姐吧 兩個這麼有夫妻相 那不行 花姐有老公 她不是河馬 河馬可以 有老公之餘 還在那裏 聊一下美國老公 或者中學王老師 話說花姐也是 兩家婦女 我不知道這個形容詞 就是我稱讚花姐 不是像河馬那些 那麼隨便的 另外有些網民說 究竟信他喜歡 Maggie 還是信自己是秦始皇呢 這麼嚴重 自己是秦始皇 和他喜歡 Maggie比較 另外還有人說 自信是一件好事的 但你知不知道你衰什麼 有沒有想過 Maggie的感受 怕且三十年都追不到 不要說三十天 甚至有人叫他 不要追梁敏俠 改追 預備算 三十天 即是由菜街開始計算 預備也不差 又是不可以說他在菜街 但相比之下 一定是梁敏俠 好些 不過現在就很清楚 看到這位 黃師山最初 怎麼走去 報東章也好 或者報這個握錢節目也好 原來想借 你記不記得黃師山那時 對女性外貌 是要有少少要求的 其實那時梁敏俠曾經問過他 要什麼要求呢 當時黃師山就很厚花地說 好像主持 那麼漂亮 搞到當時 神經八折 梁敏俠也有點害羞 他還說 不可以這樣說 美女就可以 黃師山還說當時 他真的這樣跟主持這樣說 剛才那句話 應該是 Babyface時候說出來 因為看節目的時候 好像沒有這句話說過 應該剪走了 還記得當日他們訪問的時候 有些人說 女主持有什麼表情 即是看到這位 Babyface這樣回答他 有些人說 美女主持當時忍笑忍得很辛苦 另外有人說 看了二十秒尷尬到 看不下去 有些網民很厲害 他懷疑他當時只是為 東章主持見一面 老實說 平時和我一起拍片的 Heyson 其實之前也找過 Babyface想找他做訪問 忘記當時是拒絕了 還是沒有回答 總之最後找不到他做訪問 原來他找了林作 這件事真是好 又要拿何太說 混合 雖然我覺得平時 Heyson也很好 但如果你說知名度 各方面 各方面 或者財力 學力 林作真的比較優勝 很明顯 黃先生 懂得選人 覺得林作是一個好的軍師 所以找他幫忙 但是河馬那些 寧願找肥鵝 和阿門做軍師 所以我想說 無論最後 Babyface 行不行也好 最後 起碼也試過 你明白嗎 有些人覺得試過不行 就是甘心無悔 最怕試也不試 而且我要更正 剛才我說的 Babyface 對梁敏巧 那些說話 是東章之後 曝光的片段來過 不知道那天騙錢 我就聽不到對話 狂讚 主持漂亮 然後在東章西望再出 我看這些片段 真的很好笑 當時Babyface 好像主持那麼漂亮 就是問他有什麼要求 主持真的教他 不可以這樣說 我看見主持也有點尷尬 覺得好笑 我想他原本想著 這些片段一定會剪掉 誰知道 就被公司出賣 拿來做賣點 還有我想說 我不理會這件事 是真還是假 現在原來 這個世代 例如想帶台的節目 原本尋求找他們幫助 想找一些公義 誰知道 最後就被人 拿來自己私底下 在那裡響打 好像何太那樣的情況 而偏偏這些情況 網民更加受注目 更加多人談論 所以有時候 現在的明星和平民百姓 其實真的差一線 好像我這些沒有天分的人 以前怎麼可能在這些節目做主持呢 如果我當初可以 我都不會做成十幾年幕後 我看到有些網民說 其實Babyface 也是一名喜劇演員 TVB可以考慮簽一簽 對 我又覺得他有趣過何馬 最重要是他肯聽林作話 即是控制得到的人 何馬都是控制不到的 西班牙鬥牛勇士那些 蠻牛的性格 發狂暖 那麼瘋 還有我看到有些網民說 看幾看 覺得 Babyface這份人都挺真 又有愛心 做男朋友一流 嘩 現在這是什麼世代 莫非是七刀中頭便是影 不知道何太社那首 出街睡那麼多人聽 即是我幫他做那首AI歌 現在開始邁向21萬點擊 即是那些人經常說 狗運吊一吊 難道是這樣吊 我看到有些網民說 其實是說 我願意讓兩皮可以這麼近距離 這樣見東章女神梁吻孝交談 嘩 他益了他 已經完全直呼票價 現在還在抽水或走去追人 實說 我在男性的經驗之中 他這樣稱讚主持 其實擺明已經是刻意撩他 還難得他竟然可以夠膽 在鏡頭面前去撩人 其實去追女神也挺厲害 起碼膽大心細麵皮口 起碼有膽大和麵皮口 起碼有兩飯 不怕吃檸檬 這方面真的比我 我以前追女神很怕吃檸檬 所以我很少主動去追人 另外有些網民提議 Babyface 其實跟誰最相配呢 就是跟阿士一姐阿姨 但阿姨已經不是阿士一姐 即是過氣阿士一姐阿姨 但有網民說擔心 知道你擔心什麼嗎 阿姨也未必撩她 哈哈哈哈 阿姨也是某一類的女神 很有市場 另外有網民要求 這位Babyface 黃先生 不如走去追一下河馬 為何這麼有趣呢 現在的人經常 喜歡叫人搶人妻嗎 反過來 河馬未必撩她 沒有四百五十萬 還有阿可伯 救世人都救 我看網上的人稱阿可伯 周處除三害 因為之前阿恩尼姐說 可伯是 鹹爬狗屁藥膏 黏著河馬 想搶都搶不搶 所以可伯已經是 眾人的救世者 最好的一世 永不分離 但網民說 可伯 周處除三害的字眼上 是不是有點含意 對吧 什麼周處除三害 免得說這麼多 人們說我 說了些兒童畢儀 林作自從公佈了 Babyface 黃先生 去追蹤 東章女神 Maggie 看看他現在的IG 林作的IG 大部分都在說這件事件 還要在28號 馬雁Sir那一剎 林作幫Babyface 再出了一條片 就說Babyface哥 他現在用了Maggie 那張性感照片 放在他的手機裏面 做了一個背景照片 梁敏巧的紅色泳衣 露涉線都露得很明顯 Babyface哥說 這張照片 告訴別人 他有多喜歡 林作就笑他 你放在手機上 這張照片 你只不過是 說一下怎樣追蹤他 因為林作直接說 你放在這張照片 就是想24次追蹤他 Babyface說不是 只不過是 證明有多喜歡他 放在電話上 都要看著他 然後林作問 Babyface哥 是不是貪人家身材好 他說不是 只是貪人家夠高 不過現在 每個都變成黃祖男 喜歡那些高妹 高過自己的 那些男人不是很介意 但那些女人其實 還是很介意的 可以選擇 有多少女生 是喜歡 找一些 在自己的男生 而且 Babyface哥 又不是特別有錢 如果那個是林作 或者更可能性 會大一點 林作追梁文厚 他會接受 Maggie 會接受的機會 會大一點 看一看 梁文厚有一點 背景 原來他是 2019年度的 香港小姐 競選 而達入 演藝圈 除了玩瑜伽 除了玩瓣家之外 原來鋼琴老師是他副業 那Babyface哥 你不是告訴我 想學琴嗎 因為梁文厚是 倫敦聖三一學院 演奏級文憑鋼琴 厲害 中學時也是射箭隊 Babyface哥 你知不知道射箭嗎 人家說想射箭 你陪別人行不行呢 本來他是讀 我想說梁文厚 本來他是讀 樹人大學新聞系 與傳播學系 在2013年的時候 當年我有沒有見過他 我好像是 是不是2013年 左右時間 不知道12還是13 我是有去過樹人大學 講少少 做KOL的Youtuber的心得 是新聞與傳播學系 那裡講過 如果是那段時間 我未有可能見過他 現在看看資料我才知道 老實說 好客觀來說 應該沒有什麼可能追到的 不過天天看河太的影片 那麼悶的話 這個花生也蠻值得的 歡迎大家 講一下 有沒有興趣追蹤這個新聞 有的話 我之後就繼續講 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未試試再找其他新聞 兩件事 寧願繼續看河太 還是看Babyface的新聞 今天娛樂新聞說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